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大名鼎鼎的八宫日本秋田犬 于1923年11月10日在秋田县北部的大管市出生 该犬种由秋田县贵族培育起源于17世纪 秋田犬勇气非凡且十分温顺 其人为狩猎狗一层作为斗犬使用 昭和年间斗犬被禁止 秋田犬逐渐成为家庭犬 八宫出生二个月后 被上野英三郎日本农业土木学鼻祖 1872年1月29日至1925年5月21日收养 来到色谷教授家 上野英三郎十分喜爱八宫 每日早上他前往帝国大学工作时 八宫会陪送其一只色谷火车站 晚上八宫会到车站等候主人一起回家 1925年5月21日 上野英三郎英脑一血在东京地大讲堂上去世 八宫未能接到主人回家 三天三夜水迷未尽 在色谷车站连续等候三天三夜 后来八宫移居教授亲友家中 但每日仍到色谷车站迎候他的主人 最初车站工作人员对他并不友好 1932年10月 齐腾宏集日本全保存会工作人员 将八宫在车站等候主人的故事撰写成文 并在新闻媒体发表 八宫由此成名称中全八宫 车站工作人员等车的旅客 专程前来的人们纷纷携带食物未养八宫 期间上野英三郎教授的学生 齐腾伯集在车站看到八宫 并把其送到前上野家园丁小林桑波罗家中 照顾的八宫生活 齐腾伯集通过研究发现 当时日本纯种秋天犬 仅剩三十余只包括八宫 上野过世后的九年多时间里 八宫每日都来站前等待 1935年3月8日 八宫在双泽酒店塑谷附近街边去世 享年11岁 八宫的尸体随后被送往东京帝国大学 解剖胃中有烤鸡肉串 但这些食物并不能造成八宫死亡 2010年发现八宫死前已患有晚期癌症等病 1935年3月10日 病离解剖后的八宫被送至国立科学博物馆 原东京科学博物馆 木工布工作室有版本洗衣 本田进制成标本 中犬八宫的标本曾经在媒体上多次亮相 目前八宫的标本由上野国立科学博物馆收藏 1934年4月 社会人士在车站前制作了八宫像 八宫去世后人们在这里举办了告别仪式 八宫遗体火化后 骨灰被埋在东京港区青山公墓 与安葬在此地的上野因三郎教授同葬 每年3月8日会有很多人到八宫向前表示敬意 1987年日本导演神山争二郎 将八宫的故事拍摄成电影中犬八宫物语 获日本电影学院提名奖 2009年美国一制作了电影中犬小八 获得观众的广泛好评 为纪念八宫诞生90周年 秋田县曾发行了纪念邮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